我今天會跟大家討論 今天這三條問題為什麼對你這麼重要 我相信就是 對你這麼重要得你 對你朋友一定這麼重要 好,聽著 這三條問題呢 當你明白了的時候 你會是很不一樣的 現在作為一個聖母的人 所以很重要的 好,第一條問題 我想問大家 有哪一樣東西會令到你 你可以吃到那個蠔 又或者你只是 拿到那個蠔殼的 有什麼的原因 或者有什麼的 想法會自然不同的 會令到你 你做這件事 你會吃到蠔的 或者你做不到這件事 你只會拿到蠔殼 為什麼你會吃到蠔 但是為什麼你只會拿到蠔殼 為什麼你只會拿到蠔殼 這個問題我想帶出什麼 不如這樣看看 前面有個很大的地方 很多蠔在那裡 有什麼人 可以吃到蠔殼 大家都做到蠔殼 大家都做到蠔殼 但是人家快一點 比你更快 比你更快 去找蠔殼 The first one the first one gets the oyster second gets the shell 第一個 去到 你可以吃到蠔殼 第二個 雖然你的動作一樣 但是你在猶豫走得慢 你只能撿到蠔殼 這句話 這句話是誰說的 Andrew Carnegie Andrew Carnegie 那時候是一九零幾年代 大約一百一十年前 是個世界的首輔 這句話是他說的 做人最怕的是 不懂 又不問 只是在那裡出聲 吵著人上課 這些 是一輩子成功不了的 行不行 上一上google check check Andrew Carnegie 這句話就是說 不是你的能力 記住 各位朋友 不是你的能力 行不行 絕對不是你的能力 是你的速度 你有沒有 做這個速度 那個 行先那個 的勇氣 那個的胸襟 有沒有 有時候 你會見到很多時 就是說 我們坐在那裡等 等什麼呢 看看別人有沒有做 有沒有人先動 他做 我先做 他不做 他不做 我不做 滴不動 我先不動 好了 等著呢 然後就去個廠裡看看誰先動 然後沒有人動 是不是這麼簡單 哪一個快 哪一個贏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已經不是說你懂 多少 其實你不用懂很多 其實做人成功 不是很複雜的 各位 只不過有些人 為什麼會拿到一些 是多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不猶豫 因為他接受了就是 坐在那裡沒有東西 如果想拿到別人 拿不到的東西 你就要做別人 不敢做 或者不肯做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其中一件事 是大部分人 都不肯做的 就是第一個 為什麼 因為怕做不到 對不對 覺得很冒險 最簡單的就是 坐在那裡 等別人做 人家做到 我才跟 但是哪一個行先 哪一個就是領袖 你看有哪一行的領袖 不是這樣的 你看哪一個領袖 會坐在那裡 說要等別人帶領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the first one gets the oyster the second gets the shell 就是Andrew Carnegie 好 第二條問題 這個問題 我上次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這個問題就是 你的問題的重要性 你的問題的水平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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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先解釋一下 你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需要解決問題 難度越高 你的水平就越高 一般人 或者一個很普通的人 解決那些問題 會令你成為一個普通人的 Jack Ma 嘩 臨上市前一晚 他破了紀錄 這件事破了紀錄 他們臨上市之前 他已經是知道 今次上市這個IPO 是有三十七個 Billion 即是370億美金 是破了IPO紀錄的 但是去到上市前一晚 上不到 OK 被中國 喊停了 大家知道這件事是幾大件事 當你要上市的時候 有很多資金 就會湧入市場 入定我的帳戶 OK 所以做FUN的朋友 是忙不得了的 好 突然之間 去到上市的時候 上不到 是不是大件事 絕對大件事 是不是 剛剛你看到我們第二條問題 就是說 你要解決問題的水平越高 其實你的地位 你的身份就越高 你所得到的就越高 你看到這件事是幾困難 某人要解決這件事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他去到這個位置 好了 去到我們那裡 所以我們不要 是怕 解決一些 難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解決問題的水平 會直接影響到你 拿到什麼 或者拿不到什麼 如果你看到 你所面對的問題 是很日常生活化的 那你所得到回來的 或者你的人生 就在一個非常之 是普通的水平那裡的東西 看到這個 那個的關在哪裏 你的水平在這裏 你要解決問題的水平在這裏 你拿到回來的就在這裏 大家是成正給人 可以嗎 是成正給的 所以 所以各位朋友 不要怕 要解決問題 還有我們要擁抱那個問題 如果你不擁抱問題 或者你避免你的問題 是沒得成功的 因為你要明白問題的本質是怎樣 問題出現 如果我們是 在這一刻我們解決 未解決過 那這個你要恭喜你自己 因為你要找一個新的方法 解決一些新的問題 那就是每一次問題的出現 你都要有一個新的想法 來解決一些新的問題 你要有新的解決方案 你要有新的知識 所以問題是令到我們進步的 如果你發覺你不需要解決問題 就是 你發覺你是很危險的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朋友 他很甘於那些 叫什麼 安穩 其實安穩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什麼叫安穩 就是沒有風浪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做人要平穩一點 安穩一點 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 冒險 最重要是平平穩穩 安穩全 搞定了 有沒有聽過那些父母 這樣教那些子女 那如果我們教那些子女 或者我們下一代 或者我們身邊的朋友 或者我們身邊那些 什麼人都好 我們最重要是避開了問題 那我的人生就行了 我想大家要看清楚就是 有沒有一些成功的人 是可以不需要解決問題的 Tesla的老闆 Elon Musk 他在2018、2019年的時候 Tesla 他最近才說出來這件事 是一個月而已 是欠一個月 就要破產 Tesla 但是他當時 他不可以說出來 他欠一些破產 他那時候那個production 是非常 卡得很厲害 是沒有了 cash flow 那時候 欠一些過不了 是不是很大 全球這麼大的公司 全世界 是看著你怎麼做 原來欠一些破產 所以為什麼它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 原來真的說 你要解決那些問題越難 你的水平就會越高 如果你發覺你不需要解決問題 一模一樣 你就會在下面 擁抱一些問題 就算現在你沒有一些問題 需要解決 找一些問題出來 然後找一個解答方案 你就會不停成長 問題對我們來說是很棒的 所有你看到我們的成長 都是在有一些問題出現之後 我們人生就會彈一彈 你發覺當我們順風順水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用腦的 是不需要用腦 那個腦是不運作的 各位 我不知道你能否接受這個真相 我是很接受的 順風順水 現在很順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作出改變的 一不需要作出改變 那要不需要用這一道呢 我們是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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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同一樣的事情 直到有問題需要解決 你才會是成長和進步 這是第二點 好了 第三點也很重要的 好了 第三點就是 電車的啟示 但這塊很有趣 是去到Tesla出場之後 現在它給了很大壓力 所有的車項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一間公司 可以是不出電車的 看著 Tesla出了不太久了 十多年而已 它給了很大壓力 一些 即使你Ford Krysler 這些八年歷史的車廠 都要跟著它出電車 即使現在Porsche都要出電車 現在Ferrari都要出電車 現在沒有一間公司是不出電車的 好 我想問大家 那這個電車 有什麼啟示 給我們呢 為什麼Ford 對不對 人類第一架 商用的車 是Ford Henrich Ford 做出來的 第一架車叫Model T Tesla 已經是一百年前 已經是 100年前 都是它 revolutionize 我們整個汽車二萬位 去到十幾年前 即是十幾年前 Tesla出場 電車 個個都看不到 但是現在這個電車 個個都要爭著做 那究竟有什麼啟示給大家 你見到什麼 你學到什麼 第一 環保 其實你發覺很有趣 你見到Tesla不是第一間做電車的 中國大陸有的 叫什麼比亞迪 已經做了很久的電車 九幾年已經做了 但是為什麼帶不去那個潮流 Tesla 這個電車的啟示是什麼呢 你發覺去到某一個年代 或者是朝代 當然會有一件事 會是開始那個trend 你不能停的 你不能停的 而去到剛剛那個十幾年前 那個環保意識很厲害 那當然Elon Musk 那個理想很大 跟著 做了一輛很有型的車出來 很有型的車 令到其他的車廠 是不跟不得 這個point 就是說 你不需要做了 聽著 你不需要做了一百年 你才可以是 是帶領一個潮流 對不對 如果不是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到一九六幾年 那時候Porsche 或者Ferrari 開始 Tesla說不是 應該那些大 那些大哥大大大大 應該他們是帶了潮流出來的 應該是這樣的 Henry Ford 不是應該是福特汽車 應該帶領所有潮流 因為他做了很多年 那就是說 這個電車的啟示 就告訴大家 其實你看到就是 第一 就是 這裡有幾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你不需要做最長的那個 但是你仍然可以 帶領這個潮流的 各位 你可以做這行 做得很短的時間 但是你會 你有能力是 是相對 就算你那些前輩做了幾十年 你都可以出色過他 你接不接受這個 就是一件事 我不用Henry Ford 和福特汽車 Ford 走出來 再繼續帶領汽車潮流 No 記住 都說不是你做多久 是你做得有多好 是你做得有多好 這是啟示來的 還有一個trend 我們不可以否定這個trend 電車是一個trend 如果你現在是做汽車的行業 如果你不出電車的 你將會被動態 就是California 美國的加州 他們已經是下了一個 法例 去到2035年 所有賣的車 都要是電車 California 2035年 原油車 Gasoline 的車 2035年 California 不能賣 你看到 這個是趨勢 好了 還有什麼趨勢 各位 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是很多 有幾間領先的大公司 已經在鬥太空的 space travel 有哪幾間公司 現在是 開始在space travel 以及在太空的生意中 開始競續 有哪幾間公司 其中一個老舍 Elon Musk Elon Musk是SpaceX Amazon Jet Bezos Virgin Galactic 是不是 三間 這個 就是一個趨勢 你是不能再回頭 他們不會覺得 OK 麻煩NASA 或者你國家的 太空總署 帶領他們去 太慢 你們 政府你們行得太慢 我們私人公司 自己搞定 這個也是趨勢 各位 所以趨勢 如果你發覺 你不是跟著那個勢來走 你是不能做的 看不看得到 每一個時間 都有某個趨勢 剛剛所說的 電車趨勢 還有 Space Travel 是一個趨勢 環保的趨勢 記住 現在 在網上的生意 都是一個趨勢 見不見到 各位 剛剛見不見到 剛剛過去這一年發生什麼事 所以現在 你發覺 未來這五年 絕對是一個 Online 生意的 一個 房金的時間 各位朋友都見不見到 好了 這個項目就是 或者你現在開始 已經開始做 或者你還未開始做 去到剛才的項目 一模一樣 就是說 不是你做了多久 是你做得多好 所以就算現在 你還未開始做的時候 但是 如果你已經看到這個trend 已經走了半年 一年 你還未進去的時候 其實現在進去 是未遲的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其實這個不是太大的問題 為什麼 其實最怕就是 問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 怎樣做 其實怎樣做這個問題 是拖了很多人 是為什麼 是不做 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因為他問自己 死了 我不知道怎麼做 不知道怎麼做 就是不做 錯 反過來想 不是你懂不懂做 懂不懂做 是第二第三個問題來的 第一個問題 你應該問自己 你是不是一定要做 如果你不是一定要做 就算我告訴你 怎樣做 你都跟不到 你都不會做 跟減肥一樣 你不是不懂減肥的 你懂減肥 吃少點東西 做運動 你就減肥了 但是為什麼一輩子都減不到 為什麼 難道減肥就是這麼懶 每天吃少一餐 爬一個鐘頭步 肯定受到 但是為什麼都減不到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不減都可以 你不做都可以 所以不要問怎樣做 如果你真的 你限定決心 你只不過你不知道怎樣做 你上課程 你就知道怎樣做 這個是肯定的潮流 肯定沒有在做 和減肥 party 所以你看到這個趨勢 發現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的朝代 都會是淘汰很多人 淘汰很多人 以前報紙業 或者是雜誌業 做一些printing 九十年代、二千年代很流行 很多人是做的指媒、傳媒 出報紙、報章、雜誌 賺很多錢 但是那個年代已經過了 現在所有東西都是Digital 所有東西聽著都是Digital 那個報章雜誌的年代 已經比Digital 這個年代已經是佔據了 所以如果那班朋友還說 我還要做報章雜誌的生意 如果你現在還不轉 不是你想不想轉的問題 你是不轉 你不轉唯一一個的結果 就是被淘汰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到 現在的勢在哪裡 其實你越見得多 你越見得快 其實就是越著數 但是如果 就算你未被人見得到 現在你才知道 其實你都會 淘汰那班 仍然是否定這個trend的朋友 各位朋友 所以所以很重要 其實這件事我們是 不需要是 硬頸 你不要硬頸 所以哪一個 看到將來 你接受到現在的科技去到哪裡 你走得很快 你就是個 No.1的player 你就會是 領先你的同學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給 你帶很多價值回到公司那裡 對不對 最實際的是 幫你公司解決問題 就是這樣 不要複雜化 你公司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幫你公司解決問題 對不對 或者你幫你公司創造一些價值 因為你出現 你公司會不同了 你會主動提出一些方案 你會主動提出一些話 你見到一些什麼問題 跟著你 帶出一個方案 直接幫公司解決問題 這一種員工 是非常之罕有的 因為大部分人 在外面現在做的事 拿著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很怕吃虧 叫或者我才做 但是最好就不要叫我 因為我可以不做 大部分這樣的想法 就令到大部分打工的朋友 是這麼多年都沒有得向上走的 當然有很多朋友說 不是喔 我老闆很壞喔 我的同事又不行喔 什麼都要我做了 做死我這樣 不如這樣看吧 各位朋友 什麼人都有的 你可不可以控制到老闆怎麼想 你好像控制不到喔 你的同事怎麼說話 你又控制不到喔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控制到其他人 是怎樣想法 評論法 說些什麼做些什麼 你好像完全沒有控制 那你要問一句 為什麼 你要將你的前途 放一些你不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那裡 反過來 有些什麼你可以控制得到呢 很簡單而已 你有問題 對不對 你做些什麼 你怎麼想的 是100% 你控制的 對不對 記住 人生呢 是10%發生什麼 在外面 90% 是你怎麼反應的 是不關事的 你要接受 不是每個人都會對你友善的 就算你的同事 不是每個人都會跟你合作的 你的老闆未必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那又如何 對不對 但是你為什麼要別人做到 或者叫你做你才做呢 為什麼我們不做一個主動性呢 就是這樣 不複雜 所以記住 不要複雜 第一件事 不要怕吃虧 這個世界是沒有吃虧的 最吃虧的是什麼 有的 其實也有的 最吃虧的就是 怕吃虧 對不對 我再講一次 人生最吃虧的就是 怕吃虧 你發覺不怕吃虧的人 學東西是給人多的 成就是比別人高的 有沒有所謂 他不做我做 對不對 他不做我做 但是我不會做 我會學 學了才會做這個東西 我就會學多了東西 有沒有所謂 對不對 最好 拿多點東西來 對不對 是這樣的 所以 希望大家很簡單 就是 你的人生或者你的事業 是 怎麼可以爬得快呢 不要爬時代的位 對不對 好 今晚我們的 broadcast 去到這裏 差不多了 記住了 還沒喜歡你的broadcast 你分享一下朋友 記得 按分享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 想跟我們說的 問我們的 打在那裏 OK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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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